好,我們現在來介紹更多關於這個Audio區塊的一些進階的編輯 譬如說當我選取一個區塊,我們為了方便解說把這個區塊弄小一點 然後我們把它放大給各位看 好,就是當我們選取這個區塊以後啊 你會看到我們左上角這邊的欄位 通常如果你的看不到應該是這樣關起來 就是這個I要先點開 然後左上角這個欄位 你看,它相對應到的是BASS 如果我沒有選取的話是MIDI THROUGH 那是針對應的,我們MIDI輸入的時候做設定 好,那我選任何一個區塊,它就會變成它的名字 相對應到的名字 有沒有,我甚至選兩個區塊,它會說有兩個區塊被選起來了 好,譬如說以這個BASS為主 好,我們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一件事就是這邊有許多設定可以做調整 那第一個就MUTE,就不用講了 就直接可以把這個區塊的聲音給關掉 好,然後再來LOOP LOOP是說我可以自動的以這個區塊的距離為主 範圍為主,然後直接往後延伸一直LOOP 一直重複的循環 好,然後再來GAN,你可以調整 就是針對這個LOOP調整它的增益值 就可以讓它大一點或小一點 好,然後再來是Delay 可以去調整它的播放的時間 可以晚一點或快一點點 好,這個都還OK 這個我只要講了,各位就會用了 然後最酷的是它可以調整飛音跟飛奧 好,那這個真的非常好用 然後飛音的話沒有問題 就是譬如說我可以直接打數字 譬如說500 它就會,有沒有,前面就會飛音了 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好,有沒有 好,那如果是飛奧的話 一樣我打500 然後Curve,你就可以調整它的曲度 有沒有 好,那我們會看到我們這邊 呃...飛奧這邊 有一個 呃...Type可以選擇 就是關於飛奧的Type 然後飛奧 然後X-Crosfade X-Crosf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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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我們這樣子 我們先這樣喔 我讓它變兩塊 譬如說,我們兩塊我們複製一下 好,兩塊疊在一起 好 那我們就兩塊先選起來 然後我們Crosfade Type 又寫X-Crosfade 有沒有,這邊就Crosfade 對不對 那因為數值的關係 所以我們... 呃... Crosfade 然後... 我可以調整這邊多一點 1000... 有沒有,好 這一塊就Crosfade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這邊的差異性是 我們有三種 譬如說X-S-Crosfade 它的弧度曲線會不一樣 那...重點是這個 Crosfade就是正常的Crosfade 跟Equal Power Crossfade 各位可以去想像就是我們在使用時機 因為這個是有點理論 那我們不要介紹理論 我們跟各位介紹使用時機 通常如果你是... 兩個區塊是同樣樂器 就是同一個樂器 同一軌的聲音的時候 你只是要銜接同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正常的Crosfade 所以這邊會有這麼多種的... Crosfade的選項 我們先把它Delete 回到一塊 好 呃... Fail Out 好 Curve 好 這樣各位就懂了對不對 好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選擇 Speed Up 然後還有一個Slow Down 我們聽聽看喔 Speed Up是這樣喔 我們把這個區塊給... 這樣好 讓它明顯一下 好 我們誇張一點 好 我們誇張一點 呃... 2000 然後Slow Down 聽一下 好 有沒有 它就是等於說這個是 健快還是健慢 就是加快速度 應該是說加快速度 然後這是 就是把速度變慢 所以它會有一個 有點像轉唱盤的效果 各位這樣懂 所以我們這邊的選擇就是 Fail In 或是Speed Up 然後... Fail Out或是Slow Down 有沒有 好所以...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 針對一個 Audio 區塊 就會有很多的... 其他的相關設定 然後... 還滿... 滿方便的 然後... 重點... 最後我要介紹的一個重... 其實重點是這樣 就是... 嗯... 把它變小 然後... 不要Slow了 好... 你看好... 重點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 當我全選這邊的時候 譬如說我的游標點到這邊 然後... Command T 把它切開 等於說我全選後面這幾個區塊 等於說我這邊有八個區塊被選到了 我可以一起同時的Fail In 然後... 那Midi 就不行了 那Audio 就會了 有沒有 我們現在針對的是這個 然後... 也可以同時的Fail Out 甚至同時的Speed Up或Speed Down 然後這邊有星星的 或者是... 有任何一個地方有星星 比如說你的區塊裡面 所有的... 就是代表就是裡面有區塊跟區塊之間 是有不同的相同的... 就是有不同的數值設定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一個一個去檢查 OK 這就是更多關於Audio區塊的... 參數設定